关羽为什么会被民间神化? 第一是因为宗教加持 隋唐时期关羽被佛教尊为迦兰菩萨 到了宋朝 道教开始供奉关羽 源自于正道延迟 除一张天使邀请关羽打败了智痴友 关羽从而被尊奉为官圣帝君 他也是道教的四大护法之一 甚至还有人说关羽是十八代玉皇大帝 在三国演义中 关羽是武普上将之首 再加上戏剧演义 关羽已经连普化 他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他忠义勇武形象 让老百姓敬仰 从而被尊为官公 第三历代皇帝加封 几乎每个朝代的皇帝都会给管理加封 因为皇帝都看重他的忠义 给他加封就是为了教育 臣子爱国忠君 历朝历代的加封无疑让关羽度了一层清 到了清朝雍正时期 关羽地位达到了登峰 总的来说 关羽对待主公刘备 忠心耿耿一贯当时作战时 勇猛顽强 屡战屡胜 令敌军闻风丧胆 正因为他的忠义手心 刚正不阿 誓死如归 百姓们赞扬他 皇帝们赞扬他 所以关羽才神话 关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也是精神支柱 他犹如一颗璀璨夺目的巨星 点亮了一千八百多年 地那片混沌夜空 这颗巨星如今依旧高选天空 为世代中国人照亮前行的路 感谢中华文明 代代不息的历史传承 让我们可以通过历史长河 回宿这位西式名将的传奇一生 请不吝点赞扬